央视曝光早运网红 央视曝光直播平台乱象 在一个非常火的软件快手上面 有对时常炒作的情侣王乐乐、杨清零 他们为了红用尽了各种手段 俩人分手后和别人在一起 又铺和达尔光怀孕的 杨清零上新闻未成年人 网络直播平台捧红早运网红 直播私奔争扭 我们都知道物极地板 我是火了 但是更多三观账的网友 他们的故事并不值得拿来炫耀 败坏社会风气 更何况俩人是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 继天佑骚白这些网红之后 杨清零登上了VCTV13新闻频道 报道标题为未成年人 网络直播平台热捧早运网红 直播私奔征友 在新闻当中讲述了 王乐乐、杨清零的网络历程 及他们的孩子小哪吒出生的始末 新闻播出之后 现在快手平台已经搜捕到王乐乐和杨清零的账号了 看来已经被封了 网友们纷纷表示 国家终于开始重视这件事了 赶紧封杀吧 最好把这些风气不正的网红全部封杀掉 大部分网友还是三观挺正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追捧这些华众取宠的人 恋爱、怀孕生子 这些现实生活当中未成年人的禁忌 都在网络直播当中被轻易打破 14岁早恋生下儿子 全网最小二胎妈妈 讲述自己悄悄怀孕 数以万计的视频出现在了网络上面 这些视频还经常登上直播平台的热门 央视曝光直播平台乱象 据悉这些低龄妈妈大多出自母村 他们的社交面小 大多早早辍学 以早当妈为柔来博取贯注度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这些行为都是触犯法律 违反规定的行为 然而这些早恋妈妈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姑且不说他们年纪尚小 心智不成熟 对世界的认识不够 可是一个大的直播平台 连这点法律知识都不懂吗 不仅不封杀这些视频账号 反而向个别用户推送这些视频 这样只会让那些 未成年用户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如果很难用户 Covid Irving 明天颁可能恨 减言 感谢观看